台南市白河区乡路古道 向您分享台南市白河区乡路古道 Go! 对我来看看 香路古道旁就有停车场哦 目视大概可以停9个车位左右 香路古道2k加550 往碧云市3.45k 好我们开始起登 旁边这条就是六重溪哦 路旁我们就可以看到柳丁树哦 也有牛奶芭樂呢 对面的山壁就是宁灰岩 明灰岩是一种火山碎屑岩 其组成的火山碎屑物质 有50%以上的颗粒直径小于2毫米的火山层 和火山灰压实固结而成哦 其成分主要是火山灰 外貌疏松多孔 粗糙有成理颜色多样 有黑色紫色 有黑色紫色 白色淡绿色等 根据其含有的火山碎屑成分 根据其含有的火山碎屑成分 慢慢的往上加油 蛮特别的 定一些短木章 然后我们缓缓的向前 哦 上来了 对啊 这一段已经崩塌掉了 我们看一下要怎么走 好 从这边上来 跨过这个小岛木 跨过这个小岛木 就接回木栈道了 这一段我们进入茂密的杂木林 非常的凉爽 香鹿补到1.9K处 累不累 休息一下哦 好 休息5分钟后 继续再往前爬吧 上来能线平缓的地形了 我们这边稍做小气一下 能线上有两个木椅可以做哦 通过完能线后 现在是接下坡 巨大的竹子 哇 这里就像康庄大道一样 有点梯林道的感觉 很大条的 到达银水师园 到达银水师园 这里了 我们在这边小修一下 我们在这边小修一下 过银水师园后 前方有一个木缸构桥 走 我们走过去吧 走 我们走过去吧 好 跨过一段小土崩路 香路补到1.1k处 这里也有两张木椅可以休息 这是什么 这是竹子那个吗 哇 大哥 对啊 沿路好多小木桥 不亏是古道 让人有怀骨 幽情的感觉 0.4k处木栈桥 好 我们再继续经过芒草区 但是路径非常清楚 很好走的 连这边都有木栈桥 真的是太多座了 好 待会我们回程的时候 来算看看一共有几座哦 过0.3k以后 这里还有一个陡上的地形 也是钉木桩 安缓的上 这一段是木桩钉在水泥 加上左右两侧 有绳手可以辅助 所以是很安全的 慢慢爬 绝对没问题 好 加油 快到了 老婆 看这里 揮手一下 加油 加油 很棒哦 上来咯 抖上上来以后 这里就一个观景台哦 出来以后就是很平缓的 产业道路了 好 我们看一下 往碧云市1.25k 但是我们不走碧云市 我们只到香路股道终点 整段走完就好了 再往前踢一段看看 是不是香路股道的终点 还是是往碧云市的产业道路 巨细踢是对的 这里是香路股道0.1k处 也就是说我们的终点 香路股道 鱼前方 不到100公尺了 加油 这里就是 香路股道的终点呢 我们完成了 香路股道0k处 Bingo 我们到达了 好 我们现在原路来回 来去停车场 六溪香路股道 位于台南白河的六溪社区 到碧云市之间 是当地人为了迎接佛祖 而走出的 禁香之路 2014年整修完成后 成为一条兼具历史、宗教、生态 与观光价值的践行步道 好 我们现在下这一段陡坡 往回程的路前进 将路股道沿路走下来 一共是八座桥 好 今天那就分享到此 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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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